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冠战方的话是一手花生寺对来方 一手魔方寸 冠战方出发一手侵蚀 侵蚀的一个小改版,个人感觉对于花生寺而言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一手小二连 伤害虽然有点感人,但是 但是确实让方寸山的话打法这个略微灵活一点了 这个魔化生的话应该虽然硬件不是特别强 但是的话应该也是还可以 对来方这个魔方寸我靠这个输出的话 秒过来的这么一个输出的话确实有点猛 关战方反手秒 西瓜砸4600,而且花生寺的一个伤害是越砸越多 对来方一手二连电,电了15000,两个单位直接兜兜飞掉 对来方卖西瓜就是砸,西瓜砸5000多 对来方的一个 这把其余的单位咋不太动了,对来方的一个宝宝都是烫法的 对来方人的话本身 对来方人的话本身这个是一个法系啊 所以的话灵力也是非常高,也是秒不动 其实打到这个时候的话,关战方其实是有点难受的啊 只能把一个主要的一个输出来源寄托于宝宝 而且关战方的一个宝宝感觉都扛不住啊 对来方的一个効果 其实这场比赛团队方想赢的话还是很困难 这场比赛团队方想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ame roll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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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大方被对面咬的有点溃不成军了啊 冠大方也都藏起来冠大方没有破分身的一个单位根本秒不到冠大方的一个人 冠大方有点装备啊直接选择起了一手中奎轮道 冠大方拉瞬机 哎想补掉对战方的一个人 对战方我靠对战方的话直接是神了一手 这个中奎轮道的一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大 但是中奎轮道的一个输出的话确实很高啊 冠大方很难受 冠大方的一只高空也是被对面抬走了 哎呦秒一万六我靠什么时候说 冠大方人物导电 冠大方人物导电 冠大方都秒没拉了我靠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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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